截至到昨天的晚上八点 元旦假期全国未发生重大以上生产安全事故和自然灾害 针对云南丽江宁浪县的5.5级地震 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抗震救灾工作 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累计投入救援力量105车660人 开展人员搜救 受灾群众转移安置 隐患排查等等工作